两名荷兰政府官员就在日前向美国媒体政客Politico表示 荷兰政府各个部门以及机构大多数遵从总务部的要求 避免使用TikTok并且停止政府在该平台上进行交流和投放广告的建议 上述有关决定是基于荷兰总务部在去年11月宣布的 政府暂停使用TikTok直到TikTok调整数据保护政策的建议 至于总务部是由荷兰首相所领导的行政部门 任务是要协调政府政策以及皇室的通讯等等 总理办公室、荷兰政府新闻处、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 以及情报安全监督委员会都隶属总务部管理 2021年7月荷兰数据保护局以侵犯幼儿为由 已对TikTok罚款75万欧元 原因是TikTok并没有用荷兰语完整显示出他的私隐及数据保护条款 而很多青少年和幼儿由于不懂英文的关系 而无法理解他们的数据将会如何被处理 一直以来 抖音或TikTok因为怀疑向中共发送欧盟用户数据而受到调查 在美国已经有过半数以上的州份禁止在州政府的设备上访问这个应用程式 就连美国联邦政府、国会也禁止使用 而TikTok在去年11月初承认 这间公司的部分中国员工可以访问欧洲TikTok的用户数据 而在去年12月福布斯杂志的一篇访问就披露 TikTok员工通过访问用户数据 以便追踪报道TikTok的记者的位置 因此而在美国受到严格审查 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于TikTok的批评也十分严厉 直指TikTok看似无辜 但却是令用户真正上瘾的原因 也是俄罗斯虚假资讯的来源 目前TikTok或抖音在荷兰拥有大约350万名用户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记得like、subscribe和按钟仔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吧